字幕-10 yo-y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修 前兩步有分享給各位如果使用YT的後台 也有其他部份的詳細功能解說 除了一些我真的覺得用不到的 今天就來跟各位分享標題、社群、直播 讓你們使用後台時不再害怕 歡迎收看今天室內的圖書館 飛躍不住說 我們先開始 先從比較快講完的開始 社群貼文在諮詢主頁右上角 直播旁邊的按鈕 它叫做建立貼文 但這個也是有使用資格的 以前是1000訂閱 但現在砍到500訂閱就能使用 或是啟用進擊功能的權限 有三種方法可以啟用 第一是提供驗證影片 需要開到鏡頭抓到你本人 但這只是給YT看的 並不會讓任何觀眾知道 你需要依照指示的動作 像是往上看或往下看 首筆1或2 YT要確保你是本人 第二種是有效的身份證件 樣子比較同樣的駕照、護照 像我記得自己就拍護照 這個方法能比較快啟用進階功能 也不用怕說YT會留意證件資料 如果你平到活躍兩個月 並且期間沒有違反任何社群規範 那YT系統就會自動刪除證件存檔 再來第三種是最久的 不違反任何規範 且平到活躍兩個月 這樣YT會幫你開啟進階功能 我雖然是用第二種給證件 但最後還是顯示第三種 因為我有良好的紀錄並且活躍兩個月 證件存檔已經刪除 那你通過之後 就能開始社群貼文功能 按下諮詢主頁右上角的建立貼文 就像在社群網站發文一樣 可以加入圖片 但注意常觀比要在2比5到5比2之間 JF也可以放 也能建立圖片的或文字的意見調查投票 相信各位也多少看過用過 最後的功能是新增影片 有在看過影片的觀眾應該會發現 只要我發一部影片 就會新增一則社群貼文 有詢問過一些老觀眾 再加上有其他創作者的心得分享 就算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每次上來新片 也會一定出現在手頁上 小鈴鐺也會通知或提醒 這時候就會需要用到社群貼文 訂閱和手鈴鐺推了兩次 而且是自動的 再用社群貼文手動推一次 將被人看見的記憶率會更高 增加社群互動的話 也會幫助演算法推薦你 因為其中一項的演算法就是 與觀眾的互動 接著社群貼文 還有影片下面的留言 所以我幾乎每次的留言都會回覆 而如果沒有的就是我沒被通知到 去看留言列表也忘記了 總之 這只是動動手一兩分鐘的事 可以在每次上影片後 再用社群貼文推一次影片 效果是總比沒有好 再來就是直播後台 這邊會比較簡單 東西比較少 右上角的編輯打開 這裡會完成大部分YT直播的事情 標題一樣要打 新人或是每樣的標題該怎麼取 待會回來分享 然後這個說明欄是直播的說明欄 所以再重新用一次 一樣藍色的關鍵字要打好 如果你覺得我的說明欄四部分很不錯 那就可以找你直播個東西 再來重新做一個說明欄四部曲 還不知道說明欄四部曲的可以到千幾部影片 下面就跟影片差不多 再給自己設定就好 接下來自訂 再來就是直播才有的東西 第一個是要不要啟用聊天室 正常都是啟用 第二是聊天重播功能 是你直播結束變成影片上傳之後 要不要重現當時的聊天室 參與者模式就是限制誰才能說話 比較特殊的是專屬聊天室 那個就是排名單內的人才能夠說話 基本上你不會看到有人開這個 點多就是訂閱者模式 慢速模式就是限制一個人每次留言之間的CD時間 啟用的話也是比較方便 分數不差這5秒或10秒來講話 但你差這5秒或10秒看的留言 也是防止喜評在 直播介意就是 在你關播之後 繼續播放你選定的影片 或是其他人的直播 最後一個引力 打開就對了 接下來回到直播後台主頁 下面有串流設定 數據分析 觀眾活動 串流狀況 後面這三項是直播中才需要看的 準備就是只有串流設定 選舉串流精釀這個不要懂它 你的串流精釀要去OBS查看 然後再提到這邊來 這個東西絕對不能讓任人看見 這個等同於直播密碼 所以被遊戲是看到的後果可想而知 記得藏好 直播中就白開後台 用手機和雙螢幕來看 串流網址就是你用直播的網址 下面那個顧名思義是備用的 再來看到右邊的其他設定 DVR就會讓觀眾能在直播中暫停按倒退 跳到已經播過的地方 關閉的話就是觀眾只能乖乖一直看 想去買的效益也不能暫停或倒退 肉看的地方只能等直播結束看系路檔 360度就是能讓你直播變360度可動視角 通常都用在外景直播 加入延遲時間和字幕不用理它 你真的需要再去動 直播結束後將影片社會不公開 這個也是看你有必要 關掉就是直播結束後 系統會幫你直播存檔 然後用影片的方式公開在你頻道上 等於說你不用再去上傳一次 只需要把它分類一下就好 最後的串流延遲 如果你需要即時與觀眾互動 那就選擇超低延遲 但是相對的可能畫質會比較低 延遲越高畫質越好 但你跟觀眾互動性會大大降低 所以這個自行取捨 直播的東西也在這邊講完了 初期分析觀眾活動串流的狀況 所以在直播中跟你看的東西 就這些數據 OBS部分我再拍兩三部影片跟各位分享 因為我會把所有功能都介紹過一遍 所以篇幅會過長 要單獨出一部片來講 最後就是標題 標題看似簡單 但其中的學問可是非常大的 只能跟大大增加你的曝光度 還有被搜尋發現到的機會 雖然說你要起來還是得看演算法的情形 還要你這個人運氣好不好 但能控制的地方 我們就去做好 演算法和運氣這種佛系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一直多想什麼 標題就是觀眾搜尋你影片的主要重點 你要先想你這部影片是在說什麼的 你能不能夠精確地點出這部影片的重點 像我鬥陣教學影片 以原式內部為例子 你們覺得重點是什麼 不外乎就是鬥陣特攻2 原式教學 那只要重點了 你就得把這個重點的關鍵字塞到標題裡面 重要程度從左至右由大到小 只是先寫出鬥陣特攻2 再來原式教學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觀眾在搜尋他想要的東西時 他也會這樣去搜尋 那是不是你的影片被搜到的機率比其他亂學的高 假設其他原式教學 他取什麼木業忍者火影教學 這些關鍵字跟原式和鬥陣有關係嗎 沒有 那他被搜索到的機率會降低 抓到這種臉之後 可以再把它用有趣一點或吸睛一點 像鬥陣特攻2原式教學這個標題 第一印象就是上課成分很重 重點的標題也看不出來 進來學之後能獲得怎樣的教學和知識 這些都可以加上去 像我的部原式教學影片的標題 鬥陣特攻2 原式詳細教學 連招秒人八刀highlight不在這幻想 從這個標題首先能看出 我來做原式教學 詳細教學代表我有教很多不人知的細節 裡面還有一教原式的連招 很多新手甚至玩一陣子的 都不知道原式其實有連招 這點就能吸引中那些人 再來八刀highlight不在這幻想 代表我裡面也有教八刀後的技巧 八刀後的細節按連招 怎樣砍才能砍一堆上highlight 這部分也是原式最主要好玩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這影片內容教學的重點 也是需要在標題中點出來的重點 觀眾不會那麼閒 真的點進來之後仔細看一下 才確定要不要看 或者說才判定這部影片有沒有料 所以必須要在標題上先解決觀眾這個疑點 這影片是在幹嘛的 我點進去看能獲得什麼東西 於是教學很多人在做 不要錯原式教學了 每個你想到的題材都很多人在做 並不存在好作又好賺 又沒有更影響的題材 就像體育一樣 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 都一樣在跑步和游泳 就是比誰做得更好更快 但你是youtuber的話 運氣的成分就會吃非常非常大 很多影片品質比一線youtuber還好的一堆 很多真的做得很好的頻道 但卻為問金 甚至比我流量還要慘烈 但這些就無法避免和控制運氣成分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把能控制的部分做好 但在標題上除了做我剛剛講的那些 還有一種方法可以變得更好 有一個我很推薦的工具 它叫做2Body 應該有些觀眾能看出 為什麼我的後台多一些黃黃的東西 那個就是2Body 它是Google的擴充功能 直接收2Body就能裝 再來講一下要怎麼用 它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幫你判斷你下的關鍵字好不好 到你後台點右上角的紅色2Body 然後點選Keyword Explorer 這邊就能想到什麼都打上去 它就會幫你分析這個關鍵字好不好 就拿我原式教學來做例子 我打鬥陣同文二元式上去 因為我認為 教學是最多人打的搜索字 然後會出現這個畫面 第一個OVERAL SCORE 是這個關鍵字的總體評分 滿分100有73分 非常可以 然後再看下面的三個小數據 第一是搜索量 第一是競爭度 第三是優化程度 搜索量可以不用太在意 如果使用了標題的話 通常都會比較低 因為不會有觀眾跟你打一模一樣的標題來搜索 通常都使用單詞和單詞來組成標題 所以不要幫你想打的標題給放上去 而是你要放進標題的關鍵字 第二個競爭度 在右邊的綠色 代表這個關鍵字選對的很吃香 也想個優化程度 這可以不用理它 把它越右邊越好 然後慢慢去構成你的標題 當然說明哪一個關鍵字也能用這個工具 對於關鍵字的選擇來說 這個工具就再活不過了 所以你有空就來多搜索 這對幫助優化影片的效果很好 但我記得免費版的話一天有操作限制 左下的數據顯示也會少一些等看 右邊的是類似關鍵字 也無法看完全部只能看三個 有先前的話其實升級會付費版不虧 畢竟你想要YT賺錢的話 這是你吃飯的工具 這次的教學影片到這邊 也差不多把講YT的後台都詳細介紹給各位 希望能幫助到想強勢的新手們 接下來會用OPS的使用教學 一樣我會把每功能都詳細介紹過一次 看過之後就不怕你不會了 OPS大家比較障礙的就是參數上的設定 像是編碼、會員率、會員率控制、關鍵格等等 還有調音的東西完全看不懂 像是什麼商品的等化器、向上壓縮器之類的 我都會在影片裡一一解答 在這條直播做影片的路上 還有什麼想學的、想問的 非常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篇幅夠的話 我會直接做成影片分享給各位 那麼今天有沒有到這邊 我是馬修,感謝你的收看 喜歡我的朋友請沒聽聲音的訂閱小鈴鐺 我們下期見